好 接下來十三點 它說這個P點是負四三 好 在哪裡 在日本 好 負四三 它說對於直線L3S-2Y的負的對稱點Q 好 然後問你說 Q點的作標是多少 好 那這個題目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這直線在這裡 那我們說它是對稱點的話 就表示這個點跟Q點 它的中垂線就是L 中垂線就是L 那中垂線是L的話 表示這裡有一條直線叫L1 這個L1就會跟它垂直 好 會垂直 我們先把L1找出來 然後跟L1的焦點 終點找出來 那這兩個的終點是F 它就會全部Q點 所以這個順序就是這樣 先找出它的垂直線 然後再來找終點 再來就是求出來 好 那我們怎麼求這個L1呢 好 那因為它跟它是垂直嘛 所以你可以設 好 我們設 這個L1呢 L1呢 它跟它垂直 我們說跟它垂直的就是 把它的X交換 其中一個 XY交換其中一個變號 好 那個係數 3F2N又變F2X加3Y 好 然後等多少 然後其中一個要變號 那我們最好變前面 因為前面是F的 感覺不太舒服 好 那等於多少不知道 就假設等於P 好 假設它等於P 那這個點因為通過P點 好 那L1過P點 P點是什麼 負4N 那過的話 就是它帶進去的 它會要成立 所以你就是 2乘3X加3Y 要等K 那你的負4跟3就帶進去 所以你這個K算一算 9加負8 所以就等於正1 意思就是說 這條直線L1就是2X加3Y等於1 好 那 有了這條直線以後 跟這條直線的交點就是M點 就可以求出來 所以你接下來就拿連力求解 L是3X-2Y等於-5 好 然後去求 這個連力求解 求到X跟Y 那這個X跟Y我在這邊 我就不細寫 我就直接 我們在這邊直接計算 把這兩個都變成6Y 這個乘以2 這個乘以3 這乘以2就變4X加6Y 這乘以2就等於2 這乘以3的話 就是9X-6Y 然後就是-15 然後這個加6Y-6Y兩個相加 不見了 那這邊會得到13個X就會等於 這兩個相加是-13 所以X算出來是-1 13X等於-13 X是-1 那X如果-1把它帶進來 2整理-1就是-2 加上3Y要等於1 然後移過來 3的Y等於3 所以Y就是1 所以它的這個交點 交點M呢 就是X是-1 Y是-1 Y是-1 所以這個 可以知道我們突襲的M呢 是-1還有1 那這個-1還有1 那這個就可以求出來 這個比如說叫XY好了 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就 色的計算過程 我差點 色5的Q點呢 是XY的話 那因為它的PQ的終點就是M 所以這兩個相加除以2 就要等於我們的這個終點 所以 X加-4 X加-4 然後除以2 然後Y加上3 Y加3 然後除以2 這個就應該要等於1 好 -1 1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把它移過來就是-2 多少加-4等於-2呢 就是X 就應該等於2 那 那 這個把它移過來就等於2 多少加3要等於2呢 那就Y就是-1 好 所以我們的Q點 Q點 Q點的作標就是 4 2 4 2 4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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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